最近我老板说话经常得罪人 得罪我他都不知道 所以今集我借这个节目 就要去投诉他 顺便赚一赚主持人的费用 他说了些什么得罪我呢? 有一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 我已经设定好头 精神爽利上班 他突然看到我第一眼就说 Lori 你为什么样子那么疲? 他可能是关心我的健康 怕我捱得太累 但他没想过他给那么多东西我做 当然是残的 这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他不应该这么说 因为这么说 令我全天的心情都没了 心情很差 做事效率很低 所以这集节目想跟大家说 其实在办公室工作场景 或者人生的生活场景 很容易说的东西 得罪人家都不知道 有些很微小的东西 你不知道别人会介意 今集再跟大家分享 8个你得罪了人都不知道的说话陷阱 第一个说话的陷阱 是你今天很漂亮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 我称赞别人漂亮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说话的陷阱 首先在工作场景里 其实去评价一个异性的外观 不是一件很合适的事 特别如果公司里的制度 比较严谨 或者大家都比较荒谬的时间 他这么轻浮地称赞别人的外表 或者男同事说女同事漂亮 有机会构成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所以去赞异性外观可以小心一点 除此之外 其实男女朋友之间 赞对方漂亮 原来有时都会踩中一个地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男人去赞你的女朋友 说你今天很漂亮的时间 不知道为何惹怒了他都不知道 原因是因为他会问你 就是我平时不漂亮吗? 然后他就问你 就是平时漂亮还是今天漂亮? 然后你不会回答 因为怎么回答也很糟糕 如果你回答他今天漂亮 就是平时不漂亮 他就会生气你 如果你回答他平时漂亮 就是今天不漂亮 他心情又不好 所以有时候赞别人漂亮 有时候都会踩中一个说话陷阱 都不知道 怎样说会说得好一点呢? 就是说你今天特别漂亮 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 就代表本身是neutral 本身都是漂亮 但今天是特别漂亮 所以今天是加分位 他就会开心一点 所以大家下次赞女朋友 就会怎样赞 第二个说话陷阱 就是找一起吃饭 这句说话相对大部分香港人 都经常说的 有时候如果你看到一个 你很久没有遇到的 旧同学在地铁上相遇的时间 大家言谈甚欢 聊了几句 临走前大家都会抛一句 找人喝咖啡 找人吃饭 但大家都明白 是真的不会约的 因为大家都没那么空约 反而你不停约着他 就是说什么时候约着的时间 可能你还得罪了他也不知道 但是这句说话 为什么都会成为一个说话陷阱呢? 明明大家这么常说 就是因为在商会的场景 或者是一些 大家出来做生意 需要做人世网络的时间 其实我们身边 会有很多那些所谓的约联系 就是一些weak ties 他们可能和我们的生活圈子 不重叠的 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但他们纯粹和我们的平水相逢 大家之间的认识 你就知道他是什么行业 他可能会在生意的路向上 以后会帮到你也不顶 有时候这些人 是需要主动去建立的关系 如果你经常在这些地方 都是周围和别人说 有空吃饭 这么轻浮 但每一次都不是真的约的时间 有机会 你这些可能的生意伙伴 或者合作的伙伴 他期待你真的会约他 但你就每次都没有约 那慢慢你的个人的信誉 就会变得比较差 人家觉得你是一个不正经的人 因为实际上 我在以前做商会的时间 我的确见过这些人 周围都是意气风发 跟别人说嗨 好像玩得很开心 聊得很开心 个个都跟别人说 有空吃饭 有空喝咖啡 没有一次真的约 结果这个人 在商会里面的风评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去说这句话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到底是什么场景里面 第三个说话陷阱 就是我明白你 我明白你 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 都会表达一种同理心 就是说你向我去诉苦的时候 我就会说我明白 其实很多情况下 你是不明白 但是你说明白 因为你说我明白 就好像跟对方 站在同一阵线里面 但其实你未必真的了解到 每个人他真的面对的情况 和他诉苦的时候 真正的内心感受 你太闯处地说我懂 或者我明白的话 其实对对方来说 你好像是 不是很有诚意 这件事有机会 觉得你是一个 不老实的人 或者是很假的人 另外 如果你经常跟对方 表达你明白他的时刻 他可能已经觉得你是 他的人 就是同一阵线的人 如果有一次 你突然间不懂他 或者是反驳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会觉得 你不是和我站在同一阵线的吗 为什么今天你突然间不明白我 你以前你明白我 他突然间可能就会 和你反复成仇 或者是他不喜欢你都不顶 这些情况 特别在女生的圈子里面 很常出现 既然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说 我明白你 这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有一个保守一点的说法 就是说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因为这样说的情况下代表 告诉对方你有仔细地聆听他说的东西 但未至于自以为是地觉得 你是完全明白他的感受 亦是给了对方一种尊重 一种比较安全的说法 另外一种比较安全的说法 就是说 我都遇过类似的事 虽然情况不是完全一样 但我大概能够明白你的感受 这样都是有一种 你能够表达到同理心 但不会自大地以为 两件事是完全一样 这样做法也是比较安全的 第四个说话陷阱 就是表达一种 你这样就算不错了 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解释一下 话说有个case 就是一个人去了一个受灾 可能地震受灾的地方 做义工 就是救援当地物资调配等等 他从当地受灾的民众这么说 因为那群人就没有了家园 那些楼均塌了 他跟他说 虽然你的房子没有了 但是你总算是没有受伤 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这样安慰他 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这么严重的灾难 你还执回一条命 你也算很幸运 这个是事实 但对于灾民 他自己的心情来说 我痛失家园 我现在很惨 我之后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 你这样说的时候 那个灾民可能就会觉得你很凉薄 所以这种 你这样就算不错了 这样的态度 其实对方是 你可能会得罪了他 你也不知道 或者另一个案子 就是很多前辈 都会跟后辈说的 就是说 你今天有劏房住 有份工回来 你都不错 还想怎样 其实那些年轻人 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他可能有怨大的志向 你又想到我 你说什么都可以 其实如果你这样说 就表达得你没有同理心 而且你不是真的知道 他真正的志向是怎样 所以这种 你这样就算不错 也是会得罪人的 所以面对这两个案子的情况下 怎样说可以表达到一个同理心 但又不只得罪他 譬如说灾民那个案子 又就应该说 你受伤了 你没有事 我希望你尽快出院 其实你可以表达到对方的关心 又不要触碰到他 痛失家园 这个那么惨的事 其实是表达得到你关心他的 去到年轻人的例子 如果他真的向你抱怨 他现在经济压力很大 或者是怎样的时间 如果你没有办法安慰到他 你的身份 也都不是一个合适的位置 去安慰他的时间 你可能就这样跟他说 那是的 年轻人真的很惨 那其实对方可能已经觉得感同身受了 第五个说话的陷阱呢 我相信大家就算你自己没说过 都一定听过有人敢说的 就是有人会跟你说 就说 其实有些东西我都真的不想说 或者是 有些说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大家想象到 说完这句说话 接下来一定是批评你的 就不会说 有些说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你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他不会这么说 我只瘋子才会这么说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句说话 整个人都已经立即架起一个阵势 准备去反击的了 因为你肯定是来批评我的啦 肯定是说我工作不好 说我怎么样的啦 所以这句说话 其实是挺差的一个说话的方式来的 我甚至听过有人呢 当他说这句说话 就说有句说话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的时间 对方立即回应他说 既然你觉得不应该说 你就不要说了这样 可以看到这句说话的杀伤力 是多么大 大家都不喜欢听的 而且你这么说的时候呢 有第二个的implication呢 就是告诉对方 其实你是有资格去论断他的得失 或者论断他的成败的人 其实有一种居高临下 一种自大的感觉 所以通常会说 有句说话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啊 其实是一种自大表现 越自大的人就越容易这样说了 那你可能会问我 如果我真的想有一些东西 跟对方表达的时候 我应该怎样去表达会好一些啊 不会踩中这个得着人的陷阱啊 你想想一下以下的例子啊 第一个人呢就是这样说 他说有句说话 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你来了这里公司都五年了 为什么你还不懂用电脑的啊 这个是第一个case 第二个情况呢就是 因为我会担心啊 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呢 其实你不懂用电脑的话呢 我们的进度会落后啊 那你觉得两种说法 哪一种呢 是会比较舒服一点呢 听下去 那相信你会觉得第二种是舒服一点的 因为第二种呢 其实它是形容着那件事情 就是说我不懂用电脑 是会导致的进度落后 所以似乎是对事不对人的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 为什么来了这么久你都不懂用电脑 好像是针对着我的人 那样的感觉就是没那么舒服的 所以同样的意思的表达呢 你用一种针对人的方式 或者针对事的方式 对对方的感觉都有很大的不同 第六个的说话陷阱 或者人际关系的陷阱 这个都挺重要的 就是炫耀了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种忍不住的冲动 想炫耀自己有多厉害 或者你的儿子有多厉害 身边的人有多厉害 我经常见到一些主妻在茶楼喝茶 围着一座 就会有一个人说 我儿子又刚刚升职 又上司又上识他又怎么样 其实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嗨的一个只有你自己 因为围着桌 令其他人全部都会面对着你 就算他表面是笑口 说你都挺好 心里面都会觉得很厉害吗 我儿子比你 只不过他未必会说出口 其实任何情况下 炫耀都不是一件讨喜的事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件 非分享不可的事 譬如你升职加仁空真的很开心 或者你经历了十年的沧桑 穷小子终于飞煌腾达 你很想和人分享的时间 你需要明白这个世界 所有人几乎都是真人富贵厌人品 没有人会真的为你的成就感到开心 你真的要分享的时间 就留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或者家人 接下来分享的两个案子 比较多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面 第七个笑话陷阱 就是清赞人的时候 用了刮目双看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 挺经常地是上司对下属说 譬如Peter 我对你刮目双看 听下去你以为是没什么问题 但其实背后有两个影响 第一就是被清赞人的人 本身应该是长时间都不行 所以我今次对你刮目双看 就是代表你平时是坏的 但你今次做了一件好事 所以令我刮目双看 第二个影响就是说这句话 那个上司带着一种 居高临下的 我有资格去批评你 这种态度 也是一种不讨喜的态度 但是刮目双看这个字 又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错的 如果两者之间的距离 你拉得非常远的时候 被评价刮目双看的人的下属 不识感就会比较小 譬如公司一个超级大老板 他跟你说你真的续续有事 我对你刮目双看 其实可能他OK的 或者是有一个长期他是流浪看 假设他平时对社会都没什么贡献 他自己的自信心都很低 如果有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 跟他说我对你刮目双看的时间 他可能会觉得充满了能量都不行 因为他想要别人的认同 但是如果你是平辈 或者甚至你是对方的下属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这句话是非常无礼的 作为一个上司 如果你真的想表达一个刮目双看的意思 但又不想这样说的时候 你可以怎样说 你就可以说 这么困难的任务 我现在可以放心交给你了 其实对方就已经可以很开心 又不会像是他原本不行 最后一个说话陷阱 就是我经常听到的 就是我老板跟我说 他说这么简单的案子 你一定没有问题 其实有没有问题 是我说了算 不是他说了算 他经常觉得 他以为很容易的事 就是我都会觉得很容易 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 才完成到我老板给我的任务 但他觉得这件事 是我可以家庭就熟的 这件事其实不是很尊重我付出的努力 特别是对于一些上司来说 他自己越强项 他就会认为他的下属 应该在相关的领域下 都应该有同样的熟练度 他就会更加的同理心 会更加小 他就觉得这些事 就是没什么大不了 很简单的做完 其实只不过是代表他 不是代表我 所以下次你要去委托你的下属 进行一个任务的时间 不管这个任务对于你来说 是容易或者困难都好 你都要很隆重地去委托他 就是去请求他帮手 类似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这项任务 希望由你亲自去处理 其实对方就会觉得 你会尊重他的工作的努力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说法 做个总结 由以上的分享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人际关系都是很微妙的东西 有时说句话 就是说好一点 就会由得罪人来做土人喜欢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学习 怎样去说话 如果大家都想学多些 有关于说话的技巧 和职场上有什么是地雷 你不要踩中的话 我想推荐大家看一本书 就是这本日本作者的这本书 叫做《这样说话让你更得人痛》 这本书我知道大家都会 因为它有三百多页 我想你们都会懒看书 我整理了 放在VIP的专区里面 如果大家喜欢相关的节目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VIP的节目 在完结之前 请大家记得 赞好、订阅和分享新频道 可以告诉YouTube演算法 我们优贼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